我们中天的政治态度是无色觉醒 超越蓝绿白 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好来看到呢 NCC在中天案第13次的败诉了 这滥权上诉不当的裁罚 连中天的不予换照的处分 都被法院认定NCC是违法的 好我们来看到呢 那么中天在申诉 这个案件是在2022年的2月21号 在中天节目新闻声喉咙当中 接过了一通call in电话 这个call in者呢 他说他是被控感染源的浙江台商的父亲 但是呢这个播出之后 那么NCC就认为说 这个防疫情的防性的工作受诉 而民众陷入了高度恐慌 进而衍生大规模非理性的反应 结果裁罚中天40万元 但是呢中天不断的上诉之后 那么看到根审撤销处分了 来看到为什么呢 因为台北高刑法院认为说 这个中天主张节目是现场call in 无法预知什么人会call in电话进来 那这位呢自称是浙江台商父亲的人进来之后 当下没有办法就对方的身份进行查证 无法预见对方会突然说出就诊医生的这个医院 还有名称跟地点 当时呢主持人其实已经有制止说 我们这个医院名称不要讲 因此呢一审法官应该要厘清一下 就中天基于欠缺期待可能性的主张 节目的形态为何 但是呢一审的法官什么都没有查 应该要调查证据但没有予以调查 所以呢这个一审呢应该要予以废弃 那台北地院行政庭呢跟审在最近就宣判了 判决NCC原处分是要撤销中天再次的胜诉 但是呢中天是不是应该要再回到52台呢 将代表国民党参加立院的这个副院长的江启成 他强调说会尊重新国会新民意 而立委当选的牛许婷更表示 在过去呢民进党是一党独大 人事案由绿油油手伸进到媒体 在未来呢国会也会对人事案更强力的监督 选前到选后那查必案是国民党回复正义的重要部分 那中天是不是应该要回复到52台 那委员怎么看这样子 所有这些事情 因为政府院长他的角色是意识中立 那每一个党团所提出来的意见 都可以在立法院里面去做讨论 这个我们都尊重每一个党团 那当然以目前来讲民意上面 毕竟经过了一次大选 这是新的民意 所以新的国会 什么样新的民意 我觉得各党团都可以去提出来 不管是在公平正义这方面 人民权利这一部分 甚至是国家安全 两岸关系等等的 这个是在这一次大选当中 各个政党的候选人几乎都有提出来的 那甚至是每一个政党在国会席次的争取上面 包括部分局上面 政党票上面的争取上面 也都提出了公平正义相关的这些主张 所以未来立法院三党不过半的状况底下 各政党各个党团其实都可以就这些议题去提出来 因为毕竟民意是希望立法院能够充分展现民意 能够进一步深化民主 能够发挥监督制衡的力量 中天可以在行胜诉讼连打12场胜仗 这根本就是前无古人 恐怕也后无来者 那这证明一件事 就说一般来讲 那行政裁决都很难有意义的空间 但你后来中间可以连续打12场 这个诉讼的胜利 就表示这12场的内容啊 在第一时间裁决的时候有多荒唐 有多背离场里 有多么先射箭再画榜 那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找一些鸡毛算皮的事情 也没有经过 仔细而且审慎而且公平的一个审判过程 就先扣上去再说嘛 然后扣上去再说 跟上去就是民进党的组合权嘛 哎呀你看NCC才拔他了 这个果然是一个没有公信力很糟糕的新闻台 所以我最后去导引去做撤照主份 然后把大家赶出52台 就是这样子啊 这就是蔡英文的执政啊 你只差没有直接宣布戒严 然后把所有电视台跟报纸全部解散而已 因为你只换一个方式在进行言论的管控而已 所以说这件事情 至少我觉得在这个新的一切的国会 大家可以看到希望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个国会可以审查这个NCC 还有一些相关这种所谓独立机构的人事权 那这个独立机构里面的所谓的一些委员的推荐 当然也会是国会的席次来决定 就说当初我们让民进党 几乎是一党独大的情况之下连续两届 那你想想看那个所有的所谓的独立机关 其实都反映了那个国会的比例 那当然就是一片绿油油嘛 那当一片绿油油的时候 会发生后面这些奇迹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